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层吧 对吧 那现在这里面有多少个长方形呢 你会不会做 来吧 时间先交给我们屏幕前的同学 请大家暂停视频见 在我没讲之前 自己先来试试看吧 好了 小朋友们 搞定了没有 哦 注意了 非常的好 这道小题 首先认真审计 我会发现呀 它是不规则图形了 如果只有这样的一层 会不会做 没问题 直接列一个式子就行了 对吧 但是现在怎么样 哦 注意了 变成这样的一幅图 咱们呢 实际上就可以分层来数了 对不对 所以思路分析 乐老师就管它叫做分层数 怎么个分层法呢 来 咱们呀 先看看这一层当中究竟会有多少个长方形 好吗 准备一层当中我会发现有 一 二 三 三个基本的图形 没错吧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先把这一层搞定 准备了 我先写一写看 每层我们会发现它有多少个 哎 直接用公式 三加二加一 注意了 三指的是三个基本的 这个二指的是有两个基本的所拼成的图 没错吧 而这个一指的就是有三个基本图形拼成的那个大图了 三加二加一得几呀 哦 这儿应该是六个 对吧 好 再来准备 现在乐老想问问看 同学们 本题当中究竟会有几层呢 哦 有同学上来就给我比划 老师 两层 你同意吗 我们数一数啊 这是一层 对吧 好 再来 这是一层 没错 请问还有吗 有的 这个拼在一起 请注意了 这儿还有一层呢 所以呀 我们会发现这个层数应该是 三才是正确答案 听明白了吧 注意 我们要想清楚拼在一起也可以的 来吧 宝贝们 每层六个 而层数呢是三层 接下来呀 我直接怎么样 我直接一乘不就行了吗 三六十八个 用这样的方法特别快就将它们搞定了 对吗 哎 非常棒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 每一层当中六个 你看这个也是 对吗 好 这个拼在一起 同样也可以用三加二加一来表示 没问题 来吧 那你看 这样的小题呀 其实乐老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我们以后去做的时候 只是要数一数什么 数一数数值方向上线段的条数 你看 那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两条基本的 哎 二加一得三 横着呢 数数看 这个线段的条数是有多少呢 来 三条基本线段 所以三加二加一得六 然后两者一相乘就可以了 这个呀 是我们以后到四年级的时候 要讲到的乘法原理 那现在大家呀 要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好的 这道小题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在考试当中可是经常会出现的 那接下来我要比一比 看哪个同学最聪明 准备啊 比如说这个题我变成这个样子 哦 天哪 如果要变成这样的话 好家伙 就好像那个面包一样 我挣的时间长了一点点 变成这样了 请问一共有多少个长方形呢 你会不会快快暂停视频件 做完了对吗 哇 你真的很牛啊 我们班有的同学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用刚刚老师所讲过的小畅门吧 一 二 三 三个基本的三加二加一等于六 再来横着去看 一 二 三 三个基本的三加二加一等于六 那接下来 哇 六六三十六 怎么样 要比我们有一些同学一个一个那样去数 快得多吧 好 共同来看一下 池老师点睛 记住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我们要学会将不规则图形转化成规则图形 同学们 你记住了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